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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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每个人在填 郑俊胜 真的很谢谢你 不要客气 江小姐 不要那么客套 叫如芬就好了 如芬 其实真的不关我的事 都是你姐姐的主意 而且她还跟我讲说 要在我们店门口 放些空白的申请单 只要有客人来 我们就会帮忙推销 她真的很聪明 而且也关心你 姐 原来你谈了恋爱 还是没有忘记我这个妹妹 好好感动 讲那个是什么话 知道你姐对你好就好了 不过感动不值钱 等到底点到那个业绩獎金之后 再请我们大家吃饭就好了 一定 到时你想吃什么高级餐厅 我都请 你说的 好 请穿 把它录起来 第一 雷光爱大序录起来了 你真的很爱装可爱 姐 你男朋友人蛮好笑的 好说好说 中午快到了 我们一起吃饭吧 好 我可以吗 先好了 好 走 谁会这个时候来家里啊 谁会这个时候来家里啊 正风 你怎么来了 如芬 你今天午班吧 我今天也还是在休假 那 你今天中午在家里有煮饭吗 大姐也在啊 哈啰 大姐 你好 这位是 她是 她是我们店里的工读生 你好 对啦 我们刚好三个今天都午班 所以早晃姐特地带她来家里办卡 替我占月机 感谢你 感谢你 不客气 大姐 感谢你的支持赞助 谢谢你 也不用这样握手吧 又不是选里长动算卸票 各况 不是支持我妹又不是支持你 也一样 如芬是我未来的老婆 支持如芬就是支持我 谢谢你 大姐 谢谢 李正方 如果你真的很想谢我的话 不如请我们大家吃饭好了 我们哪想说中午到底要吃什么呢 你看我这个大医子 给你这一个未来的媒婿 一个表现的机会 真的是好棒 正方 我们也难得跟我姐在外面吃一顿饭 还是你不愿掏腰包出来 怎么会呢 大姐这么包如分的忙 我请吃一顿饭也不算什么 太好了 那我想想看要吃什么好了 小气鬼 总算熬到你一顿 这个贪小便宜的女人 还好我有随身期待优惠券 吃哪一家比较便宜呢 你这个样子 熬你妹妹的男朋友 会不会不太好 怎么会不太好呢 她一天都要来我们家吃饭 我们家才不太好 不是 你看她一直拼命翻笔包 她会不会没带钱 她哪里没有钱 她是小气 我要支持她的小气病 不要担心 这样子好吗 很好 不太好 各位 我已经想到吃什么了 如果你们想让我请的话 就跟我走吧 走吧 走 走 姐 怎么不来 好 走 走吧 走 走 走 正方 你说那家餐厅还有多远 天气很热 而且我们走了好久了 快到了 就在前面大街上 我快累死了 到底还要走多久了 又那么热 我还被烤鱿鱼 我不要走了 我不要 拜托你走了 你走了 我不要 拜托你走了 要红灯了吧 拜托你走了 你走了 快 快 这里啊 哇 快 走 这什么鬼地方啊 怎么会有餐馆嘛 大姐妳不要误会 我是怕你太累 才叫妳走捷径的 他 前面就是啊 来 來 沒錯 就有這一家 這裡的菜很地道 我們跑這麼遠 絕對只會票價 請進吧 姐 餓了 你還快吃一點 還好到了 如果再繼續走下去 我一定要要翻臉 妳不要這樣子 都已經到了 可以好好吃一頓飯 而且這間餐館我有提說過 口碑不錯 最好自己 茶來了 大家先喝點東西 喘口氣 我也好渴 來 兩位請喝茶 謝謝 來 喝茶 好燙耶 正方 我想喝可樂 喂 不好吧 都還沒有吃飯 喝什麼可樂呢 如果要止渴的話 當然要喝茶 或者是白開水 而且喝可樂又花錢 又不止渴 可是我真的 我跟你說 那些碳酸飲料 有太多的化學成分 喝多了對身體也不好 你這個人怎麼會這樣 對 他只是... 他說得對 在用餐之前喝甜的會破壞胃口 福生 不好意思 可以給我們一口冷開水嗎 謝謝你 好的 沒錯 大姐 你這個功德聲相當不錯耶 非常有養生概念 你在幹什麼 你現在那麼可憐 你現在... 大家肚子餓了吧 我們點菜 吃飯吧 蘭莉姐 看看... 蘭莉姐 看看... 點菜這種小事就由我來吧 既然今天是我做東 我應該會大家服務的 我來看看要點什麼菜 喂... 就看他點什麼菜燒菜 嗨 你是帶我們來素食餐店吃飯啊 全部都是青菜豆腐還有香菇 這麼吃得夠啊 現場還有兩位男生耶 你要省錢不省這種方式 烘米投火真是夠了 靜芳 你真的全都點素菜啊 誰說的 我有點肉啊 你看 這是串泥白肉 還是這裡的招牌 招牌 就這麼一丁點 我一個人吃都不夠了 我們還四個人耶 這蒜泥白肉的份量 怎麼會這麼少啊 是這樣的喔 我前一陣子跟幾個同事 來這裡吃飯 結帳的時候 老闆送了我一張招待券 我今天就用了 所以這盤蒜泥白肉 是贈送的 我也沒有想到 份量這麼少 贈送的 我沒有想到這麼小一盤耶 要不然我們先吃 如果覺得好吃的話 我們再來點 原來你 原來你帶我們翻山越嶺 就是因為這邊有贈送的蒜泥白肉 這個醬油的量 都比蒜泥白肉的量還多咧 呃 我們要吃飯吧 講這麼多話不只吃不飽 還要耗費體力 來 如芬 如芬姐 吃飯 算你白肉 如芬 來 吃肉 我幫你講 來 吃肉 如芬姐 吃香菇 香菇養生 香菇養生 空門 蕩聲 小氣滾 我妹真的瞎了眼 可不可以選到這首魏溫夫 難得要她請我吃一頓飯 請那是什麼飯 真一點誠意都沒有 沒嘗試也不知道要看電視 不知道要討好我這個大姨 真是不會做人 你看 連這個可樂的錢她都要省 叫我妹喝白開水 那結婚之後怎麼得了 我妹就喝深水 她連瓦斯費都要省了 哪有那麼誇張 你不要胡思亂講好不好 有些人 她是比較節儉 可是這也不是壞事 你不要對人家生氣 只要她對妳妹妹好 這樣就行了 對不對 我就是不知道 她會不會對我妹好 你看我妹那麼沒有主見 連喝個可樂 她都不會爭取 以後不知道會不會被她欺壓 妳不要擔心 妳不要擔心 兩個人在一起到底是好是壞 只有她們兩個人知道 我們現在說什麼 都是想太多了 反正她們兩個現在都訂婚了 我說什麼也沒有忘了 放寬心 人各有命 對 人各有命 我的命應該不會那麼差吧 妳以後應該不會對我 這麼小氣跟姐姐 我說不講小氣鬼 妳放心 我不會這樣對妳的 妳就是我的財務大臣 我賺來的錢通通交給妳管 妳去分配 每個月妳再分給我 這麼一點點零用錢就可以了 我好感動 妳願意分這麼一點點 給妳自己 當然 我不對妳好 對誰好呢 其實說實在的 我覺得這一切都好不真實 不過有一件事情 我卻是實實在在的 什麼事 就是自從我 認識妳這個男朋友之後 我覺得我的生活 過得好快樂 比以前快樂好幾倍 我覺得我現在是全世界 最幸福的女人 我也是 我 鄭秉川 現在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什麼時候學花言巧語 哪有 哪沒有 學壞的 不是漢堡誰要吃 妳 我要吃好的 妳看妳現在就對我 這麼的小氣 如芬 如芬 妳到底是怎麼了 從剛剛在餐廳裡 就一直板著臉 一路上都不說話 我問妳妳也不回我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妳真的不高興的話 妳把它說出來 我姐難得要妳請吃一頓飯 妳為什麼要請得這麼寒酸 妳這樣讓我很沒有面子 而且讓我對我姐很不好意思 妳知不知道 我就知道妳在氣這個 妳現在哪裡沒面子了 哪裡寒酸了 我也是付出我的誠意 在請大家吃飯的 而且我請的那家餐廳 菜也很不錯 只不過我只是用了招待券而已 妳何必這樣故意刁難我呢 妳 大家都很客氣 就算沒有吃飽 也不好意思說 我姐現在一定在吃東西 填飽足夠 那只怪妳姐不夠坦率 我剛剛已經說了 菜不夠可以加點 正芳 我可不可以拜託妳 對我姐大方一點 她真的很在乎男生 是不是這麼吝嗇 妳現在是管我莫想 罵我吝嗇就對了 我真的搞不懂 妳知不知道我憋很久了 我一直想講出來 妳姐一直說我是小戲鬼 我才覺得她是視力演的 我真的搞不懂 為什麼每件事情 她都要用金錢來衡量 這太不健康了吧 妳回去勸勸她 不是每個男人都是凱子 有機會就要占人家便宜 凹人家 如果她再這樣下去的話 她遲早嫁不出去的 妳妳為什麼把我姐講這麼難聽 妳不要怪我 我只是有話直說而已 像今天又不是什麼大日子 為什麼偏偏要凹我請吃飯 連到那個什麼公讀生 我惡話不說連她也請了 還說我小氣 我叫李正方當然大方 一定是妳姐在妳面前 常怪出妳寫什麼不健康的觀念 夠了 妳不要再說我姐的不是好不好 算了 我不想再說了 我要去上班 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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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剛剛講話有點太直接了 我剛剛的意思其實是說 我們花的每一分每一毫 都是為了我們的將來 所以妳可不可以體諒我一下 那妳可不可以偶爾體諒我一下 好 我保證 等錢姐的紅利下來之後 我一定會請她吃飯 到時候 我絕對不會再用招待券 如芬 妳原諒我好不好 不要再歐氣了 好嗎 妳氣一下就好了 以後我們兩個一定要夫妻同心 有什麼誤會的話 要馬上講出來好嗎 那我先回去上班了 喂 小季 什麼 馬上還有印尼的匯率大貶值 怎麼會這樣子 我還以為要反彈了 怎麼還在扁 慘了 這樣下去的話 股票還有房地產一定會大跌的 小季 我今天請到家回去上班了 等一下 正光 怎麼了 你是不是應該去關心一下 你的客戶錢姐 她今天一早突然把所有的錢 都結毀掉 妳說什麼 妳說誰 誰借啊 這是妳手手上來為家戶啊 轉接語音信箱 多聲後開始擊背 轉接語音信箱 多聲後開始擊背 不要不要不要 我們需要信箱 好 我帶背家去 不要 妳要戴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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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想戴妙剪 妳要戴妳 妳再也不會 妳要戴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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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大家談戴愛 好像都很快乐 那麼神采飛揚 包括姐跟青梅都是 可是我却刚好相反呢 到底是我的问题 还是正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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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你帮我的忙 也谢谢你这张面纸 你呢 你怎么不擦一下 我身上最后一张卫生纸 在你手上了 那 没关系 天气热 头发衣服一下就干了 你呢 要不要去买条毛巾 把身上擦一擦 对了 可以用素食店的烘手机 把头发吹干 还可以这样吗 我是说 没关系 像你说的 天气热 这白衣服一下就干了 这白衣服一下就干了 你在推广信用卡 那 那你不推荐我搬一张吗 好啊 这张吧 这张比较不虚 你很不一样 一般的推销员都会把握这个机会 可是你却还要我提醒你 我就是因为脑子不好 所以业绩才这么差 但我们银行的信用卡 可以享受旅游平安鞋 还有机场接送服务 还有道路救援服务 喝咖啡还可以天天买大送大 所以这是你的员工编号吗 5201314 5201314 我的员工编号 没什么 有你的员工编号那就好 这样我办卡 你才有业绩不是吗 可以 我去 自己吃 这张吗 可以 我去 你're going to 每天都在唱 增变的星空 长长的银河 有你写过的歌 被奔秋是冬夜 綿绿想绿 我还有事 那我先走了 你这些真的不要 你再走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的感动 当你想着我 当你唱着歌 在喧哗的时刻 这不是我的 一个人寂寞 两个心等等我 背在你梦中 拥抱你的温暖 他送到警察局吗 一个人寂寞 可是万一带回来找不到怎么办 我陪在你梦中 我还是在这里等他 我还是在这里等他 說起來 你们也真的心胜 人家是员工理由 你的董事好像不出 孫子表揚大会 走一句小宝好乖又一句 我们小宝好可愛 你的同事老姓也太夸张了 人家老谢的孫子 本来就是聪明机灵 你的那个员工理由 那带小朋友去要加钱吗 大概一个小朋友 要多加三百块 你问这个干什么 想的 这样子可以叫我们奴隶生两个 奴婚生两个 承惟也把他生两个 三六六 要不然一个三百 六三十八 就能把我们所有的孫子 都带去订一下 你们江家血统优良 把我们的孫子都带去看 小宝要靠边站 你还说人家夸张 我看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要 增加什么孫子选美大赛 别告诉我你不想 人家那个老鞋 孫子 小宝叫你一声 江爷爷 自己叫我挨握他就要老了 要不告诉我 你不会想到孫子 想 当然是想 可是生小孩 又不是在生小鸡 这个小鸡 还要母鸡生了蛋 然后扶二十一天 才能够变成小鸡 更何况 我们家三个 连婚党都还没有结 我真是胡了你了 你这样穿菜 就可以说整趴落落的 现在如婚算是定了 就看着她肚子争不争气 又来就是我们成为 她的性向正常 性向正常 我们家成为性向有什么问题 你是年纪大和都不好 你把我踩到哪里去 我是实在说 成为有正常的交往对象 人家很恩爱 没关系 他也答应要到我们家来吃饭 接下来分期不就近了吗 来就像奴隶了嘛 这可不可以让她一大堆下去了 真的嫁她搓带来不饭吃了 就看奴隶怎么样 看她是要嫁 你不要逼她们 不要给她们太大的压力 再说呢 我们如芬就要嫁人了 我们为什么不把奴隶留在身边 多陪陪我们呢 干什么急着卖女儿 这样子我也对 没错 我们如果回来整宝 像江家三姿小船 没有直接回来两天 你忘了吗 今天我放家 她们还要上班呢 好 之前如芬订婚 我们订的那家饼店 是不是叫做政绩饼铺 是啊 就最有名的那一家 来 你来看一下 这是他们写的是吗 政绩饼铺 二代少东未情轻生 索性喝下漂白水之后 紧急送医急救 目前已无大案 算了吗 不会啊 正常我们如芬的喜变 又是他们那个少东 会给我们插队的 努力还一直说 想看那个少东长什么样子 他会长什么样 一个不知道感谢父母 为了一个随随便便的女人 就拿生命开玩笑 你说他会长得什么样 老爷 这个我老婆 这个我见过 这个如芬订婚 你怎么说独生 你又没有搞错 你看看清楚 百分之百不会错 我见过 尊敬为的事 如芬又叫她出来帮忙 芬订怎么样 阿渡 阿渡 阿渡我去如芬的店里 阿渡想要把陈慧买带 不知道能不能 阿渡叫她给我们试一下 你会不会看错 我们家陈慧比她帅多 老朕去把我的老花眼睛拿来 我要看清楚一点 好 拿什么眼睛我去去看 好像 老爷 不对 你说这个随随便便的女的 正看 反看 上看 下看 都像我们奴隶 像我们奴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婆怎么知道 我跟妳去圆工女友 你叫我宝贝吗 赶快打电话给如芬 叫她回来 把事情给我讲清楚 快快打电话 好 怎么办 她会不知道掉了 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再等她一下好了 再等她一下好了 有 我们在美国的照片我都洗出来了 好 晚上老地方见 照片 天啊 奇怪 中午明明从上馆拿出来了 然后接着下雨 然后就遇到那个女的 糟糕 该不会留在那里了吧 都已经过五六个小时了 然后就遇到那个女的 糟糕 糟糕 她应该不会来了 怎么办 等一下还要买菜去郑芳家 明天再来等好了 明天再来等好了 我问你一三一四 我终于等到你了 我终于等到你了 你才等我 这是你掉的吧 是你捡到的 你该不会一直从中午等到现在吧 我本来要送去警察局的 可是我又怕你回来找不到 我想 相片是一个人很珍贵的回忆记录 掉了一定会很着急 所以我就在这里等你 不敢走 怎么了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我是觉得 你怎么那么傻 对不起 我不是在笑你喔 我的意思是 我从来都没有遇过像你这样的女生 像我这样的女生 是个赞美喔 不过 下次不要傻傻的等 万一要是我没有回来的 那我就明天继续回来等啊 我是说 反正我常会拜访这附近的店家 也许会遇到你 我也真的很想再遇到你 不 这上面不是有相馆的地址吗 你可以刷到相馆 他们有我的资料 对喔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我真的很笨 你是我见过最单纯的女生 能够再见到你 我真的很幸運 谢谢你 那好吧 我没事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拜拜 你叫什么名字啊 曼露 你叫什么名字啊 5201314 我们会再见面的 我们会再见面的 妳要上台北 朵芬 妳跟正芳都已經結婚了 還在叫伯母 會不會太生疏了 媽 乖 來 放下來了 我來一趟旁邊 把妳嚇到對不對 我懂 我去的人就是這樣搞曹環 正芳她是用什麼不對勁 我就等不住她上來關心一下 不對勁 她發生什麼事嗎 正芳應該是我問妳 最近不是都妳在照顧她的嗎 可是我 她在夢咧 那我當這檔案 沒有 我比她早下班 所以我先到前面的黃昏市場買菜 剛好收攤前的價錢比較便宜 所以我就關門禮 正芳最近是不是碰到什麼困難 為什麼需要那麼多錢 困難 沒有 沒有 沒有怎麼會拿我的房企 去借一百萬 一百萬 對 而且還不讓我知道 如果不是我打電話去銀行問 我還不知道她會借那麼多錢 本來是欠到 拿一百塊 就問說是要花在台上 熊熊借這麼多錢 妳知道她 這麼多錢是要幹嘛 好 之前是 可是現在 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會有 這一個一百萬 她沒有跟我講 妳可以觀察 妳是她身邊最親近的人 她的行為跟平常用水不一樣 或者她現在突然對什麼東西 很有興趣 妳應該發現 盧芳 妳願意嫁給正芳 我真的很高興 因為妳有家教 然後又很單純 我們正芳又這麼喜歡妳 可是 女人結婚 並不是嫁機隨機 結婚生子 傳説接代 這麼簡單 女人一定要對家庭要有概念 然後幫老公一起打拚 撐起一個家 你看 她突然借這麼多錢 然後妳一萬三不知 妳對經濟狀況這麼的不了解 我怎麼放心 把我們李嘉唯一的兒子 交給妳 媽 是我故意不告訴乳芳的 正芳 媽 阿瓦 妳是當時在給我改稅嗎 媽 對不起 那筆錢是我要來投資的 我是怕妳擔心 所以才沒有告訴妳實話 這樣我真的就要擔心了 一百萬 雖然不是什麼大數目 可是也可以吃穿很多年 妳到底拿去做怎麼投資 媽 我是跟我的一個大客戶 投資國外的房地產 她的眼光很精準的 我之所以沒有事先告訴妳們 是想說利潤進來的時候 再給妳們一個大大的驚喜 我現在只有金沒有血 媽 我是在銀行上班的 拿到的都是第一手消息 而且這個投資很正當 風險也很小的 妳放心 我不會拿自己的房子 開玩笑的 好了 自己拿分針就好了 媽 待會兒如芬會燒菜 那妳就留下來吃飯吧 晚上就住這兒了 那我先回房間 媽 媽 我先拿這支廚房 好 太過分了 正方 我們不是已經湊了一百萬 去跟錢姐投資了 妳怎麼會又去借了一百萬呢 正方 妳現在不要跟我講這個好不好 妳讓我喘狗氣嗎 對不起了 是我太急了 可能是因為我聽同事說 最近東南亞國家有金融危機 而且好像越來越嚴重 不是怕影響到我們的投資 所以不會有什麼影響 對了 妳剛剛說的沒錯 我們之前的投資 的確是有一點點虧損 一點點是多少 很多嗎 虧損多少不是重點 重點是將來我們會賺盡多少 我 我不太懂耶 我說過 東南亞匯率的貶值不會有影響 因為按照錢姐的分析 市場越是恐慌的時候 才是進場的大好時機 所以我才決定加碼一百萬 這樣才有機會將之前虧損的全部補回來 一旦匯率傷身之後 我們可能賺得更多 可是萬一 沒有萬一 不會有萬一 錢姐的豪宅 錢姐的生活 就是最好的證明 妳知不知道 成功的人跟一般的人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他們的眼光 他們的眼光可以看得很遠 一般人覺得會虧損的投資 他們卻嗅到了鈔票的味道 錢姐就是這種人 我雖然沒有像她一樣敏銳 但是我會跟著他們的腳步 其實我是為了我們的將來 才做這個投資的 妳一定要相信我 做我堅強的後盾 跟我一起努力 如芬 可以去幫我媽煮個飯嗎 如芬 我們合資的事情 千萬不要跟我媽說 我怕她不懂 也不想她操心 我知道 錢姐 你一定要接電話 我可是拿我跟如芬的未來 跟你賭 我真的不知道 在女人 我帶她去 不想能 我那一個 別的 從來 我會 我沒想過 來 淳淳,去打阿航,來… 來… 很生氣 爸 孔老夫子說過 身體法夫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笑之死也 你要追我們家儒利 應該尋正道 規規矩矩的對 怎麼可以傷害自己呢 伯父 不好意思 我想跟你解釋一下 長輩說話 你就這麼沒有耐心聽下去嗎 你要追我們家儒利 應該尋正道 規規矩矩的對 怎麼可以傷害自己呢 伯父 不好意思 我想跟你解釋一下 長輩說話 你就這麼沒有耐心聽下去嗎 我在護政事務所 工作了幾十年 也不知道 親手辦了多少包覆口的案子 你們知道 多少父母 懷著喜悅的心 在單上寫下他們新生的 兒子或女兒的姓名 多少父母用笑容 迎接他們家庭的新成員 一路路就先恭喜了 正先 那張撲撲的意思是說 我們奴隸長得也沒有很漂亮 但是很多人追 你現在用這麼激烈的方式去搶 這個將來你們在一起 好恐怕 在一起 我有同意他們在一起嗎 爸媽 品川他不是自殺的 是自殺 阿婆這部照相想 我就知道是報紙 我不是跟他們講說 都不要講了嗎 怎麼還是讓我們知道 那你們兩個現在老實說 這到底怎麼回事 鮑婆婆 坐下 你前面這兩位又不是總統 跟總統夫人 不需要這樣 坐下 不用理政 報告伯父伯母 其實那真的是一個誤會 我那天是有點謊神 才會把傭人調的消毒藥水 當成飲料喝下去 我承認 雖然當時我被奴隸拒絕 心情很不好 但是我真的不是自殺 那是誤會 這些都是記者亂七 對 其實一開始是我誤會 因為我看到電視上 他被送到醫院去急救 所以我才想說 他是因為我而想不開 不過也是因為這件烏龍事件 我才發現其實我很喜歡品川 我當時很著急 也很後悔拒絕他 報告伯父 我才能 你退我了沒有 報告伯父 退我很久了 那你就坐下來吧 是 報告伯母 繼續講 我承認這個假自殺事件 讓我能夠有機會 跟奴隸進一步交往 可是我當初真的 不是這樣子想的 我不會用這種 懦弱的方式追求奴隸 因為我要追求的是愛情 並不是同情 就算是我被奴隸拒絕一百次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堅持下去 第一百零一次 我也會成功的 還有 那個消毒藥水 真的很難喝 看得出來 你們兩個 是真心對待彼此的 不過呢 我當了幾十年的公務人員 這是我第一次 跟企業家打交道 伯父 我們家不是什麼企業家啦 我們有今天的成果 全是我父親 靠雙手打拼出來的 他很珍惜 不驕傲 我們家也沒有什麼 門當戶貼的問題 這我不擔心 這一輩子我沒有賺過大錢 但絕對沒有做過任何一件 見不得人的事情 我這一輩子清白磊落 用心教養子女 我家冒窮的女兒 絕對可以抬頭挺胸 她們絕對可以配得上 任何一個值得託付的對象 我擔心的是你啊 你是兔子吧 從小應該是眾人目光的焦點 在這麼優偶的環境中長大 想必你的日子一定過得很順遂 所以我擔心 你是不是在溫室中長大的花朵 是不是有能力去承受 現實生活的壓力 我擔心啊 你是不是查來伸手 犯來髒口的頑固子弟 你的家人 會不會認為 奴隸大你三歲 就希望我這個寶貝拉 二十幾年的女兒 從此以後 伺候你 就像伺候少爺一樣 報告伯父 我的父親送我去日本學做糕餅的時候 只付了一張單程的機票錢 我的學費 是我在餐廳打工的時候 一個盤子一個盤子端出來的 我的房租 是我一個碗一個碗洗出來的 我的父親常說 要培養我獨立健全的人格 我想這一點 我並沒有讓我父親失望 其實 我在日本念書的時候 並沒有什麼朋友 直到有一天 有很多人都跑來跟我稱兄道弟 甚至還有女孩子 而倒貼跟我交往 我才發現 原來他們知道了我的身分 他們想要追求的 是政績扁撲的招牌 並不是我 直到我遇到了盧莉姐 我才曉得 這是我這一生 最特別的相遇 伯父伯母 盧莉是第一個知道我的身分 而拒絕我的人 所以我知道 她不是一個愛慕虛榮的女生 她不會因為我的背景 而裝模作樣 她會喜歡我 就只是因為單純的 我是她嘴巴裡的臭小子 我想我們兩個人的心意 已經超越了財富 所以伯父伯母 請妳大力努力跟我在一起 妳過關了 爸 妳的意思是 沒有 還沒 不 對不起 妳的意思是 她的意思就是臭小子 不好意思 妳這個正氣餅舖的小老闆 妳正式成為我們努力的男朋友 謝謝伯父 謝謝 不用謝了 這是妳自己努力迎來的 坐吧 謝謝 謝謝 過關了 過關了 努力 這次我真的過關了 你說呢 會痛 從現在開始 我就是姜如莉正式的男朋友了 小心一點 知道了 而且還是姜家認證過的 各位超女朋友們 從現在開始 妳們沒有機會了 你少得已了 以後呢 如果妳對我不好 被我爸知道說妳剛剛跟他保證的 全部都是假的 還得好好修理妳 我知道了 妳放心 我絕對是真心的喜歡妳了 那就好 可是 妳媽可不一定 妳媽之前有警告過我說 當正品川的女朋友 跟當正家的媳婦 是兩碼事 我跟你說 我媽媽那個人她是嘴巴硬 心腸軟 她常常會因為面子 講一些反話 可是她答應我們交往 那就代表 什麼事情都沒有 我跟你說 我向妳保證 妳就是正家的媳婦 真的假的 可是你爸呢 我還沒有給他平靜過 我爸 我爸他個性溫和 是老好人一個 妳跟他相處過 妳就會喜歡他了 只要妳跟他約會的時候 準時不遲到 基本上 他就會認為妳這個人 沒什麼偏差 準時 你不遲到 對 我爸他常說 時間過去了 就不會再回來 所以是很寶貴的 他跟別人約時間 都會提早十分鐘到 他常跟我講 浪費別人的時間 就是浪費別人的生命 這麼嚴重 那我一天早晚 再浪費別人的生命 妳常知道 其實我也很想準時 有時候就頭摸摸 心摸摸 換一下衣服 時間就過了 快了 你再跟我講說 你爸還有什麼 沒沒嘎嘎的地方 譬如 你爸通常都幾點起床 我爸 早上六點 六 六點 對 我爸他都是早上六點起床 即使公司公休的時候 他還會找員工 還有我 早上六點鐘準時去爬山 我覺得 這是很好的 很健康的運動 健康的頭 休假的時候 就是要睡到月亮 睡到屁股 那才算健康 月亮是要怎樣 睡到屁股 就睡每十八個小時 就是睡到隔天 月亮再起來的時候 不就晒到屁股了嗎 十八個小時 這樣會不會睡太久 你知道我鞋櫃裡面 唯一的一雙運動鞋 是什麼時候買的 不知道 高中 我第一天穿上它的時候 在操場跑了五步 就昏倒了 從那時候起 我再也沒有穿過它了 真的假的 是啊 快 你再告訴我 你爸還有什麼其他的事情 要注意的地方 妳 我要好好想想 可能會有很多 很多 騙妳了 是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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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睡著了 睡完了 好舒服 來 好久沒有幫你松筋錯骨 埋一下 輕一點 撈骨頭了 你是在接骨牌子的兩齡 輕一點 舒服 舒服 我看 你今天是興奮過頭了 你不興奮 有眼睛的也看得出來 你很喜歡骨牌那個男朋友 你看那個晚上 以後來拿骨牌給你結婚 我確實是滿喜歡這個婚宵 知道 看得出來 他是真心愛我們家的女兒 那時候正方說要娶我們家 入婚的時候 我也覺得他很愛我們女兒 可是就是你 每一次給人家過五關 三斬六槍一次又一次的考慮 考慮 不能這麼比 我在物證事務所 看過那麼多的人 憑我的直覺 憑我的眼力還有經驗 我敢斷定 這個小子不錯 將來會給我們奴隸幸福的 我開玩笑 你不記得那裡 是誰看到社會版 那一張新聞照片的時候 你不是在說 這一定是佛女兒了嗎 怎麼她現在就成了 你女婿的候選人 這個 好 不用這個 其實那個小子我也很喜歡 你看他家那麼有錢 但是他這麼高興 老實 一點都不交重 雖然說他比我們努力檢查 但是我覺得 沒關係 既然人家有教他 他們快樂高興就好了 人家兒孫自有兒孫福 我們是在港超歡喜 我覺得我白天還在還 想說好 現在給他穿成尾要弄 可是我覺得 我們要補充應該是很快 你不要再念成尾了 她的女朋友 已經答應要來我不要失敗 不要再給成尾壓力了 你放心 我不會再自己念 你現在看到 盧恩跟盧利 人家怎麼安靜下來 她自己就要緊張 她就陪電話 媽一姐就好了 我比較辛苦 爸還沒事 女兒要找爸爸講話 爸爸睡著了也會跑起來的 來 請你 爸 對不起 你跟媽出去玩一趟 我卻搞了這麼大的新聞 你們一定很擔心 本來是很擔心要打你屁股的 但是現在放心 那個小子還真不錯 什麼那個小子 他叫品川 品川 對 品川 爸 謝謝你 真的很謝謝你今天 那麼嚴格的審和品川 我之前都一直都沒有機會 跟你談我感情的事情 不過我現在知道了 你很關心我 也很重視我的幸福 你在說什麼傻話 你是我的女兒 我當然關心你了 哪有 我都覺得 你多疼如芬有那麼一點點 因為如芬都可以擁有你的 私房巧克力 這個 你覺得我總會知道對不對 爸 你偷吃也要擦嘴 那個包裝紙都丟在垃圾桶裡 不要講這個了 我還是有幫你整理房間 你看你每次出門 那房間亂七八糟的 那你回來 那房間不是整理得整整齊齊嗎 都是你整理的 我每次回到家如芬的水果魚 是他 爸 原來是你 好 好 不看這個問題了 遲早你總是要嫁人的 你這個衛生習慣怎麼見人呢 我這個衛生習慣 都還不都是你慣的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 每次我回到家 東西都好整齊 久不久之我就不用整理 反正都有人在整理 好 那你這麼說 你以後你的房間自己整理 不要 爸 還是你要再幫我整你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兩個就有一個祕密 這個祕密就是 以後我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堆到乳芬那邊 所以你也不用整理 就這樣乳芬去整理就好了 乳芬是你妹妹 沒關係 你不說我們說 大家都不知道 謝謝 正方 我把你跟媽的衣服 都已經洗好了 謝謝 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你剛剛飯沒有怎麼吃 而且你臉色一直都不太好 沒有 我很好 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是擔心投資的事 我沒有擔心投資 投資一點有問題都沒有 我只是想說 如果你是擔心投資的事 那我相信你 我相信我們會走到 你說的那個未來 謝謝 那我先回去了 這麼晚還回去 不就打電話告訴他們說 你留下來就好了嗎 我們已經訂婚了 應該沒什麼顧忌吧 我今天只是買菜過來給你 而且我家裡有很多新卡客戶的資料 要處理 我還是得回去了 好 那你就先回去吧 我看你累了 那你早點休息 今天我自己回去 陸下小心喔 好 秦倩 拜託你一定要接電話 好 也許她是真的累了吧 你還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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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如芬 你想這幹什麼 你連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好 不好意思 我剛回台灣 這兩個月一直在買用一些熟悉的事情 所以道歉才有空給你們拒絕 抱歉 是嗎 你騙大家沒出過國念過書嗎 沒回國過 我才回來第三天 就約朋友同學出來一起喝一杯 話不能那麼說 我們大家住台灣只是出國念書 君家人跟家都在美國 他回台灣 其實就讓我們出國 Steven 你不能因為他這一通給你賺 你就幫他說話 我看他 這兩個月都在忙著談戀愛吧 拜託 想到哪去了 Steven 我推薦一下好東西給你們 全方位的仙泳茶 我研究過 這是目前國內功能最完善 最齊全的信用卡 怎麼樣 幫我辦一張吧 這也是你的工作之一 少囉嗦 快點啦 你均一句話 我Steven 使命必達 謝謝 謝謝 請 請 除了我們這家老同學之外 我還幫你上課人 推薦你組長 謝謝 老朋友裡面還是選你最夠意思 小案子 Steven 問你一個問題 你相不相信一見鐘情 一見鍾情 你該不會 對哪個女孩子心動了吧 沒有啦 隨便問而已 難道 這就是所謂的一見鍾情 我不會真的喜歡像他了吧 笑得像個孩子 每個平凡消失 變成永恆故事 怎麼孩子這麼想 是該有個人 在她身邊照顧她 為你跌跌妝中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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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意被破綠 就算擁有陸陸聰聰 匆忙忙活過一輩子 你還站在這幹嘛 喜歡那個人 不是應該直接說出來的嗎 你還站在這幹什麼 為你跌跌妝中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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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麥一杯果汁 就算擁有陸陸聰聰 拜託 等我一下下就好了 一下下就好了 不 огр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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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二峰 只想你了解 愛可以躲捨 因為愛妳我的情敵 且沒還討厭 開始學著神情不退卻 又闖妳的 對 總算是安全上蕾的 不 安全過關 我爸媽對品川意向蠻不錯的 真是讓我鬆口氣 妳呢 樂器呢 她總該出來露露臉了吧 妳還在給她留校查看 我們可以幫妳查查看 好 我知道妳明明要去台中工作 我就不轟炸妳了 好 我跟妳多說了 好 妳去休息 拜拜 吳芬 去哪裡也這麼晚回來 我剛去正方家 剛好碰到他媽上台北 所以就多坐了一下 我真是服了妳 要我面對那個老太婆 還要幫她遞茶水的 馬上就溜掉了 還多坐一會兒 不過妳也快加進去了 妳逃得了一時 逃不了一世 姐 妳還以為我說的是事實 做外勤很辛苦嗎 當初就跟妳講 又想清楚 不是 是我剛剛坐公車回來 剛好碰到夜間部的學生下課 我一路這樣回來叫我酸 什麼 這麼晚 李正方沒送妳回家 現在是怎麼樣 當初追妳的時候 像蒼蠅一樣 妳人還沒到 她就飛飛到我們家來 現在追到手了 不送妳回來 她真是太過分了 原型畢業給我拉她 不是 我是看她很累 所以 主要是她媽媽來了 所以我就叫她多陪陪她媽媽 是嗎 我剛剛進門的時候 聽爸媽說 妳男朋友竟有來 爸媽老闆贊同妳們交往的 恭喜阿姐 我沒想到會這麼順利 原本我還在想說爸 尤其是媽擔心我們會差三歲 現在雙方家長只剩下 品川他爸那一關了 想到就好緊張 妳笑什麼 妳平常像個女俠一樣的 強悍又威風 可是妳剛剛這個表情 我連妳做夢的時候 都沒有看過 愛情的力量真大 哪像妳 糊粒糊爐答應跟人家交往 莫名其妙點頭 答應跟人家結婚 像夢流一樣 對 我現在有時候想起來 妳覺得我好像在做夢 說不定妳神志不清 也可能是愛情的魔力吧 既然妳答應跟人家訂婚 就好好記憶妳跟她的關係 好 不說了 妳也早點去洗澡 睡覺了 好 不好意思 對了 因為我要跟品川的爸見面 所以我在想說 我到底穿什麼樣的衣服好 所以我想選幾件端裝 鼎雅一點的衣服 可是妳現在月底了 我錢不夠 妳可不可以借我幾千塊 我 我又不是不還妳 妳現在是怎麼樣 李正芳上身 少氣鬼 不是 我當然很想借妳 可是 我也沒有錢 怎麼可能會沒錢 妳每個月不都有存嗎 妳上次還跟我講說 戶頭裡面還有一二十萬呢 是 本來有 可是 我拿給正芳去投資了 什麼 我沒有東西 我沒有東西 我可以做 我沒有東西 那我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我沒有東西 你也沒有東西 我來 日清指數 所熱大跌三百余點 預估清熱盤勢也不樂觀 這場亞洲財經風暴 已經從泰國馬來西亞 延燒到了日本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您清香 租聲後開始雞飛 還不接電話 難道琪姐失蹤了 大姐 如芬 你們這麼早來有什麼事嗎 我只是請我妹 帶我來問你這個理財專家 幾個問題而已 請問 我妹辛辛苦苦存下了十幾萬 到底拿去給什麼人 到那裡投資投資的什麼 預估獲利多少多久分紅一次 未有法達成目標的時候 又如何賠償 白者可以是借句憑證又在哪裡 如芬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之前不是已經清清楚楚的 告訴妳了嗎 而且我們一起去見錢姐了 妳現在是懷疑我是不是 而且我們已經是一家人了 為什麼還要寫借句 妳不要怪我妹 是我自己要來請教妳的 再說親兄弟名算帳 夫妻之間的才有問題 就是要理清楚 所以我為了要避免以後的紛爭 我想這基本道理 應該是很清楚 理財專家 好 我贊成親兄弟名算帳 所以這件事情 我會好好的跟如芬解釋 那妳為什麼不在我面前 一次說清楚呢 妳現在是懷疑我跟如芬的錢 對不對 妳明說 幹嘛在這裡拐彎獲腳 我告訴妳 我投資的錢比如芬還多 如果這個不是一個好的機會的話 我幹嘛丟這麼多錢下去 妳憑什麼懷疑我 正方 不要生氣了 妳這個人是很奇怪 我只是關心幾句而已 妳就要發火 要跟我翻臉 那就表示妳心虛有鬼 妳說什麼 什麼 姐 妳不是說只是來關心投資的內容嗎 妳怎麼會扯到這個上面 妳幹嘛 我早就知道妳看我不順眼了 但是妳在刁難我以前 麻煩妳搞清楚自己的身分 如芬現在是我的老婆 就算投資賠錢也是我們李家的事情 外人沒有權利說謊 請妳以後不要干涉我們李家的家務事 你現在是說哪一國的語言啊 那是我妹以前存的錢 再說妳有沒有點嘗試啊 妳們現在只是訂戶又是結婚 我妹還信家 就算是結婚了也不一定跟你戲 妳少那麼給我囂張啊 妳 我怎麼樣 拜託妳們不要再吵了啦 錢都已經拿出去了 先說再多也沒有用啊 吵成這樣對投資也沒有幫助 現在只希望投資能夠成功賺錢 上大就開心了不是嗎 姐 妳今天不是休假還跟人家有約 時間快到了吧 如芬 妳不要擔心 要是被人家欺負或吃了虧 這一筆帳呢 我連盆帶妳 絕對幫妳討回來 一毛不少 我也是 我先走了 理財專家 借過 正方啊 我 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當初要一起投資也是妳願意拿錢出來的啊 有什麼問題我們自己溝通就好了 為什麼要找妳姐來心事問罪 還好我媽今天不在 如果她在的話她有多擔心啊 妳怎麼都不會為老人家想一下 我 我只是我姐問我 我就實話實說 我沒有想到她會這麼生氣啊 妳姐生氣我比她還生氣 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們的將來 我真的搞不懂 為什麼我要這麼辛苦 做一些吃力不倒好的事情 可是妳是真的什麼都告訴我了嗎 妳之前拿房子去貸款一百萬的事 妳也沒有告訴我啊 妳為什麼不告訴我 妳是不是也不相信我 其實那是因為 因為妳的理財官比較保守 我怕妳會擔心 但是妳要相信我 我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們的將來 我才不會像妳姐那樣計較 分什麼李家江家的 我投資的那些錢 是我在認識妳之前就賺到的 妳姐應該把心胸放寬一點 不要動不動就要來鬧 妳要對我不高興 要罵我嫌妄我都無所謂 可是我不知道妳再說我姐 一句都不是 就算她口氣不好 就算真的充了一點 可是她也不願意是我的家人 也不願意是這一套我的好姐姐 妳懂不懂 妳讓我的一種美麗 因為愛妳 我的情侶姐妹還討厭 開始學著神情不退卻 又闖妳 這裡是佛堂 客廳 飯廳 還有用了房 樓上就是妳去看過的臥室 謝謝妳 謝謝 謝謝 她就是那一位讓妳喝下 漂白水的這個禍手 不然人家是假 她是最大的工程 要不是阿秀儀 我們現在不會宰集 所以她算是我們的媒人 對 不然妳到現在還苦苦追我 對我擔相思 對 說不定我現在 就要喝下那個漂白水了 不可以 不可以再這樣做了 我知道 就算沒有追到妳 我也會好好活著 給妳我最好的祝福 我一直是這樣想的 對了 剛剛那個阿秀儀 我來的時候 她有跟你講說裝潢的事情 你們家也重新裝潢 家裡都還很新 是我們家街口那個眼鏡行 他要裝潢 所以跟我們說一聲 街口那個眼鏡行是你們 是我們家的店面 我們是房東 所以他們裝潢跟我們說一聲 妳也提醒我一件事情 我媽媽跟我講說 隔壁那條街的服飾店 朱月到了要去跟他們談談 我都一直沒去 好險妳提醒我 不然要被他罵了 請問一下鄭先生 你們家到底還有多少店面 我們家 五六間吧 可是正確的數字要問我媽媽 我媽媽她很會理財 一賺到錢就跑去買店面 所以我們家的財富 才可以累積得這麼快 不過我媽媽講說 我們家那個餅店風水好 所以可以我們家 帶來很多的財富 我媽媽講說 那個餅店就是我們鄭家的 家的財富 努力 妳怎麼了 妳幹嘛一直摸妳的頭 是不是不舒服 不是 因為妳剛剛有講說 你們家有很多的店面 我 我沒有要炫耀的意思 只是因為妳剛好問了 我想說 我就像妳完全在坦白 沒有隱藏 可是老實講 妳剛剛的完全坦白 真的有點把我嚇到了 你們家真的比我想像 還要有錢 努力 我不是說過很多遍嗎 不是我有錢 是我爸媽他們有錢 我爸媽他們辛辛苦苦 累積了一些財富 可是我累積的財富 到目前為止還是零 而且就算我爸爸有錢 也不會讓我隨便揮貨 我希望妳爸會不會討厭我 如莉 妳怎麼會這樣子說呢 妳應該要講說 品川的爸爸一定很喜歡我 妳不是很有自信的嗎 有時候自信這種東西 是拿出來騙人的 我跟妳說 我爸爸他現在在參加那個 高品工會的研習到國外去了 等他回來的時候 我幫妳約一個時間 讓你們見個面 在這之前就不要多想好嗎 我先電話 喂 媽 怎麼了 好 我知道了 那帶什麼東西過去嗎 好 拜拜 如莉 我媽說她有事情要出門 叫我們去顧店 我們一起去店裡吧 等妳吃飯我們再去 你一定可以理出頭緒的 如芬 妳都已經是要結婚的大人了 妳一定可以想出答案的 正方脾氣變得比我認識她的時候 要來了急躁 沒有耐性 是因為 A 正方最近工作壓力比較大 B 尚姐說的 人追到手 就露出本性了 C 以上皆是 D 以上皆非 如果答案是D 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可是如果答案是C 那我以後要怎麼跟正方相處 怎麼跟她白頭偕老 A 忍耐 B 忍耐 再忍耐 我是李毅三一四 是你 原來你是我們公司總經理的特助 好巧 對 我才剛來兩個月而已 這是我的名字 劉志軒 劉志軒 我也給你看我的 你看 姜 姜如芬 跟我講話 有必要這麼緊張嗎 跟你開玩笑的 你等我一下 好 怎麼這麼熱 是沒有開冷氣 天氣熱 二點燃營消消暑 你不怕成不了千萬富豪嗎 什麼意思 沒有啦 謝謝 好好喝喔 我已經很久沒有喝 很過癮 對啊 其實我也很喜歡這種 喝完可樂全身舒服的感覺 你今天不用到外面去住店嗎 不要啊 我只是陪公司拿一些東西 順便處理一些事情 那天真的很謝謝你喔 幫我說東西 我還害你淩的一生都是 不用客氣 舉手之勞 而且你也算是我同事 這麼一來 也等於是幫自己公司一些忙 剛剛遇到你的時候 你心情悶悶的 是不是有心事啊 沒有啦 我沒事啦 我說過我腦子不好 常常想事情都會想到發呆 來 快樂種子 快樂種子 打開來看看吧 只剩三顆 送入巧克力 我在雜誌上也看過 可是這個很貴 而且在台灣很難買 我不能收啦 而且為什麼你要給我這個 我不是說了嗎 這是快樂種子 吃了所有的煩惱 所有的憂慮都會忘掉 心情就會變得很好 是真的啦 不用客氣 你就收下吧 心情好才會有笑容 你的笑容 比這松露巧克力還要珍貴 還要甜 老大打給我了 我要回去忙 好的 好 是 好 我馬上打了 謝謝你 下次經過我們店裡 可以進來試吃 我們店裡常常會有新的產品 試吃不用錢嗎 好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喔 慢走 下次再來 試吃不用錢 小老闆 你還真會照顧客人耶 好像第一道又看不出來 你知道嗎 我國小放學回家的時候 常常要幫家裡顧店 而且店裡的師父如果請假 我們爸如果腳掌不夠 我就要進去幫忙做餅 這樣子算起來 從業也二十年了 這麼厲害啊 那我以後不能小看你了耶 你當然不可以小看我了喔 其實啊 餅店是有很多事情要學的 而你呢 你只要先學顧店就好了 我媽是討給你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顧店 以後我就會交給你接手 等一下... 你會不會跳太快啦 我又沒有說我要嫁給你 我顧什麼店啊 接什麼手 你沒有要嫁給我 不行啦 你一定要嫁給我啦 我考慮考慮啦 還要考慮喔 那我取別人好了 鄭炳川 老闆 我沒事人手不夠 你記得幫忙一下好不好 好 我馬上進去幫忙 剛才跟你開玩笑的啦 這輩子非你不起 好好顧店 顧店就顧店 這是扮小姐專業的好不好 賣的衣服比穿過還多耶 不過這些餅都是沒賣過耶 歡迎光臨 先生 有什麼需要的嗎 要不要參考看看 好... 我們有沒有看過你啊 你是新來喔 新來喔 應該是可以這樣說啦 好... 阿伯啊 我把你的身體放在那裡 這樣比較不會垃圾 好... 謝謝... 這招牌的鴛鴦餅 怎麼會放不滿 怎麼不放得這麼沾起來呢 不放沾起來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招牌餅 真的是賣得很好 因為太好吃了 我們之前才出了一批貨而已 現在馬上就要沒了 所以要買要快喔 阿伯 你要幾盒 我進去幫你拿 妳說叫我要買要快 要幾盒 妳要進去跟我拿這樣喔 對啊 動作慢就買不到囉 阿伯 你真的很內行耶 知道來我們這邊買招牌餅 你是打聽過的 還是看報紙來的啊 我... 你是老主顧 難怪你剛剛說 之前沒有看過我 說我新來啦 好... 對啦 你看你那麼多行李 你那是歸國華僑啦 有... 阿伯 你知道嗎 我們店裡有很多散開 幾乎都是歸國華僑耶 而且每次來都指定來買招牌餅耶 來幫他們辦首領 因為這款餅吃起來呢 真的是很順口 而且有這麼有烤肉耶 小姐 你厲害喔 你講得這樣脆脆脆 是說你怎麼知道 我們這個招牌餅 裡面有什麼材料 有 裡面有什麼材料 有什麼特色啦 特別 特色喔 自己有吃過啊 有... 我們的特色就是那個餅皮 跟別家完全不一樣喔 是師父用二十幾道工法 來仔細做著 而且裡面的餡料包括了這個 麥芽糖 葡萄乾 核桃跟蛋黃 都是用營養價值最高 食材最貴的 你知道嗎 所以吃起來呢 非常有層次 口感非常的豐富耶 是...小姐 妳是很厲害最勝利 不過妳要知道 這是平的 不是肉質的 再包那麼多 這樣算會好嗎 我沒想到會好不會好 因為我們的政績呢 完全是不息成本 因為只要客人吃到我們師父的用心 我們就很心滿意足了 除了我們的餅皮之外呢 我們的餡料也是一絕喔 香香濃濃 綿綿綿綿綿綿綿的 放在嘴裡頓時花開 心情馬上展開起來 好像快要飛上天一樣 這種滋味呢 就是一種幸福的滋味 只要嘗過一口 永遠難忘懷 謝謝... 妳現在說的 客人是正氣的吃白飯 好像不是 我好像說草莓才是 沒錯 我們就是抱著這種 粉紅色的心情 在幫新人做喜餅 讓新人吃到這喜餅之後呢 再有個好彩頭 圓圓滿滿 長長久久 尤其是我們的老陶雞 對於用心這件事情 是非常堅持的 如果說這個就差不多 阿伯 我講得那麼多 你到底是要買幾盒 我... 可是你要試吃看看 沒有...沒吃 所以你要買幾盒 爸 妳的好 這個是什麼 爸 爸 我跟妳說 我今天得到一種 新口味的巧克力 是很珍貴的口味 不是 妳一定猜不到 是送撈巧克力 怎麼可以自己吃 當然是好東西 要跟好爸爸分享 好 那晚一點我回家 我們一起吃 拜拜 拜託 一定要趁我回家 千萬不要融化了 謝謝妳幫我們家信用卡 如芬 我今天從公司出來的時候 也收到妳的包裹 我的 怎麼會有這麼多張心情表 誰要問妳自己啊 如芬 妳去哪裡 認識這麼多人啊 可是我完全不認識這些人 這些人到底是哪裡來的 好 我也要不認識她 為什麼 好 不認識她 你去好嗎 還好嗎 好 我會去找妳 唐芬 你去找她 你去找她 我去找她 你找她 我等一下過去找妳 好 好 吴芬 你還在生我的氣嗎 對不起 我知道早上我的語氣重了一點 是我不好 你可不可以原諒我 這顆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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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是我醋 這醋 我要做粉蒸排骨 粉蒸排骨 不對 所以粉蒸排骨 都要剝韓芯在那裡 那粉蒸排骨 可以剝蚵子 沒有 我跟你說 媽 我一人一分好了 一邊放那個蚵子 一邊放韓芯 其實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為什麼自己變得那麼主動 我想 我是喜歡上來的 你如果是比較精工 現在我今天才會瞭解 不然這樣 我現在開始 我就把香蕉舊子一條一條 跟現在的座長官 叫我們努婚跟皮好洗 才通過你們家做媳婦 如果皮不好洗 我不敢出門 好 妳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妳一定是外面有別人 男人的對不對 對不對 妳一直用些廢話來扛三我 一定是外面有別人 男人的對不對 每一次整片太久 我比誰都還失落 是我不夠成熟 才不能讓妳懂 如果我們都曾經 為彼此而難過 有什麼不能 一起執著一起過 我 時光太欲去欲求 卻證明有我 證明有永恆 為你我 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 你完成了 我的靈魂 只想你了解 愛可以多捨 你的完美 你的完美 讓我來完成 你的完美 你是我心中最好的人 我為你的天堂開門 你是我心中最好的人 我為你的天堂開門 你讓我的宇宙沒有痕 你讓我的宇宙沒有痕